外国人竟然有办法纠正日本人的日语 没错 随着在日本越待越久 慢慢的我发现 竟然也能纠正日本人的日语错误 这块招牌 大家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 不用担心 这集完全不需要会日文 也能够听得懂 而已经会日文的日友们 相信会有会心一笑的地方 学日文十几年 真希望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三件事 当年在亲映学日本语的时候 我的法国同学曾经抱怨过 日文真是恶魔的语言 为什么呢 不同于中文基本上使用汉字 日文平常使用四个系统 评甲名 片甲名 汉字 罗马字 评甲名就是长得圆圆的这一组记号 在我学日文以前 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解释过 评甲名就像注音符号用来表示声音 但我实际学习日文以后发现 评甲名用来表音不假 但是跟注音符号又不太一样 注音符号也是表音 但除了小学阶段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 但评甲名除了表音 还承担了注词 注动词等功能 当代日本语不用评甲名 几乎写不出一个完整句 除了评甲名 还有一组写起来有灵有脚 念起来一模一样的片甲名 既然念起来一模一样 何必需要两组呢 学校教我们说 片甲名用来表示 外来语 外国语 外国的人名 地名 这样说的确也没错 但实际生活又不完全对 刚好说回开头的招牌 是一家咖喱店 日文写 用片甲名来表达外来语 但这招牌写的是 长得很像 但变成圆圆的平甲名 招牌毕竟是门面 真的建议大家还是花点时间 先确认过会比较好 再来是我们的超级强项 汉字 但日语的汉字也不是完全一样 比方说下面五个常见的让大家猜猜看意思 第一个 埃金 这可不单只是单纯的恋人 更专门指不伦外语的对象 第二个 床 不是我们说的床 是房子的地板 以前日本人铺个榻榻米 或是浮冬在上面就可以睡了 第三个 凯利 中文指的是manager的意思 但日文指的是公司里的财务 会计出纳 第四个 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开启染方来了 不是啦 日文单纯就指脸的气色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 切手也太痛了吧 别担心 日文指的是邮票了 日游们答对了几个呢 还有觉得什么差很多的日文汉字 欢迎留言分享 最后一种 Roman alphabet 在日常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 像是SNS 社群媒体就很常在文章中看到 因为四种体系的文字系统 在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句子里流转 所以对于初学者难度之高 无怪乎我的法国同学会说 日本语是恶魔的语言 有趣的是 角川还真的出过一本书叫做 日本语是恶魔的语言吗 相信我那法国同学看到 应该会蒙点头 还有文字改变 氛围也会马上改变 比方说 ヤバイ 是日文的糟了惨了 一般写成ヤバイ 但有时候也会看到写成片假名的ヤバイ 突然就觉得好像更严重了 再比方说 日文常常说的 おねがいします 有拜托请期待的意思 一般来说写成 おねがいします 但如果全部都写成片假名的 おねがいします 就感觉很像小朋友 很可爱的感觉 那我们会汉字的 在日语的世界里 是不是真的很吃香呢 的确是 但也不完全是 中文有破音字 但比例并不高 日文就不是这样 日文的汉字 最起码有两组发音 英读是比较接近汉语的读音 迅读是原本日文的发音 比方说 山这个字 英读念成San 是不是跟中文发音很像呢 最有名的富士山 就读成Fujisan 当然日文本来就有山这个词 所以迅读读成Yama 比方说 我的好朋友秋山 就读成Akiyama 两组好像还记得住 但是日文里偏偏有很多字 无限延伸念法 比方说 三月一日是星期日 假日 晴朗的一天 出现了五个日 我读一次 大家猜猜看有几种读法 答案是五种 不只是日这个字 随便举例 像是身 名 上下 强女 这些在中文里面非常简单的字 都有超过五种以上的读法 像是刚刚日那句话 日本人可以不加思索的读出来 相信日文程度不错的日友们也可以 但这堪称只有日本语才有的超能力 如果要应用中文句相 那就头痛了 这要怎么找出规律啊 更别说像是 这种中文里面根本就没有的 像接着记一样的格注词 所以我第一件 希望以前的我早点知道的 就是要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学日文 这边要跟日友们分享 没想到在台湾 竟然也能用 道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学习日文 梵田淑日语补习班的梵田李俄老师 过去当过日本学生的国語 就是日本语的老师 所以对于日文的文法跟结构 比一般日本人有更深的研究 他教出许多考上日本名校早到天 幸运的日本学生 而且梵田淑的专属教材 是特别为台湾学生量身打造 从N5到N1非常完整 从踏入门口的那一刻 就能感受到梵田淑的道地和专业 和风感满满的内装和定期举办的文化体验 让学生当下体感日本 梵田淑也特别要求所有的老师 都必须是会中文的日籍老师 除了日语式母语以外 还需要接受梵田老师的专业师资培训 使用梵田淑独创教材 保持教学品质 我知道日友们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生活都非常忙碌 难免会有生病或加班等突发状况 没问题 这些全部都能免费补课 在圆梦路上不被眼前的突发状况所耽误 日本政府从2025年开始 将要求申请长期留学签证的同学 需要取得日语150小时的学习时数 或是JLPT N5证照 在梵田署学习日语 即可直接开立日语学习证明 让申请留学的手续更加顺利 梵田署也附设留学中心 可以无缝协助衔接课程 最后两个好消息不可了解 梵田老师11月12日将特别开设N5课程 诚心推荐给想要开始学习日本语 或是想要重新打好基础的日语们 当然我也特别为日语们争取了好康耶 透过影片下方表单 成功报名还可以额外获得 限量版冰至和风加灰便当组 这一次让我们重新圆梦 开始有自信地使用日文 大家有没有觉得日本人特别有耐心 总是会等到你把话都说完才会开始说话 说个好笑的 在日本生活久了 有次我到美国出差 跟美国同事会议完 同事私下问我说 为什么我都没什么反应 我说我找不到机会插话 还没等一个美国同事的话说完 另一个同事的话就已经打断上一个同事了 真的找不到插话的空间 不过以前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啊 日本人特别有耐心吗 有可能是 不过应该也跟日语的语言结构有关 日本的文法结构动词在最后面 所以不听到最后 根本不晓得对方到底要表达什么 比方说 我在车站里的面包店买了一个蛋糕 日文会说 駅中的饭店买了一个蛋糕 照着顺序翻成日文会是 车站里的面包店 在蛋糕买了 因为最重要的动词 还有动词变化在最后面 所以日文如果没有听到最后 还真的不知道对方想要表达的 到底是买了蛋糕 不买蛋糕 正义要去买蛋糕 订了蛋糕 没办法订蛋糕 不订蛋糕 还是吃了蛋糕 相对的 为什么讲英语的时候 礼不礼貌先不论 但未必需要听到最后 也可以插入彼此的对话 同样刚刚那句话 翻成英文变成 其实只要听到前面几个字 大概就知道 对方想要讲什么 这其实是第二点 我希望能够早点知道的 当开始学习一种语言 就无可避免地会承接 这套语言背后的思维 言行举止 甚至文化底蕴 这远不只是说这么简单 我观察过许多朋友和同事 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时候 他们的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跟语气 会无意识地随着语言的切换 感觉像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当我们选择一门外语的时候 其实我们同时也在打开 自己灵魂的容器 拥抱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 还有文明背后的价值观 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可怕 因为当初我选日文当第二外语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这么多 怎么可能 外国人竟然有办法纠正日本人的日语 没错 随着在日本越待越久 慢慢地我发现 竟然也能纠正日本人的日语错误 当然 日本人的综合日语能力 没话说 但是针对禁语 多数的日本人可未必有我们明白 自古以来 日本的禁语表现了社会的上下关系 以日本文化厅的说明 禁语是基于禁语选择的词汇 不只是出于尊敬的心情 尊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也是禁语的表现 承认对方的地位和存在 也可以是禁语的表现 并且使用禁语来表达这种心情 文化厅下面这一句说得很重啊 该用禁语的场合不用禁语 对社会人来说会让对方感到失礼 所以必须特别留意 禁语的功能就是表达 作为社会人所具备的尝试 说细一点 禁语是一个总称 还分成 尊敬语对上级或是地位 比较高的人表达尊敬 谦让语则是透过自我的谦逊跟让步 来对对方表达敬意 丁临语则是适用于任何对象 一般日本语开始学习的时候 学到的 です ます 就是丁临语 比方说 我们说说话这个字 基本形式 但是尊长说过的为了表示尊敬 不用言而是用 汉字写成 高山羊子的羊 这个够尊敬了吧 比方说 关于社长说过那件事 怎样怎样 相对的在谦让语中 我们自己说的 则是用 透过字签来表达敬意 汉字写成申请的请 其实我们中文说申请也有谦让的意思 而一般用的丁临语则是 就足够表达敬意 这类的例子举不完 比方说像是 像大家看日剧 日本人吃饭前都会说 其实就是从 敬语可以用一整本 甚至一整套的教科书来展开讲 而实际商务上使用 对同事的敬语 对上司的敬语 对客户的敬语 都不一样 更有趣的 平常对上司要用敬语 但是在客户面前 反而上司跟我们 都是代表着这个公司在对接客户 所以原本上司的动作要用尊敬语 但是在客户面前 这样用反而NG 还有个很好玩的 敬语也不是越尊敬越好 日文有个成语 叫做 殷勤无礼 殷勤无礼 就是形容言语跟态度过于客气 反而显得没有礼貌的情况 而敬语也界定了双方关系亲密的距离 所以在日本 只要听两个人说一两句话 大概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哪怕是没去过的餐厅 只要拨通电话 听一句对方的应答 立马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家怎样等级的餐厅 但日本的学校并没有敬语的课程 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 都是大学找工作前恶补 比较好的会专门买出来研究 但多数人学的敬语 也是东一块 西一块 文化厅都说过了 敬语的功能之一 就是表达作为社会人所具备的尝试 使用得体的敬语 其实也隐含着这个人 读空气的能力 判断上下关系的能力 组织语言的能力 其实敬语就是另一套日本语 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 只要认真学习过敬语 水平很容易就高过一般日本人 讲敬语只是一个影子 这其实是希望我自己 能够早点知道的第三件事 那就是想要深刻理解一个文化 就必须要学习这个语言 而且要学习到什么程度呢 哪怕是做梦 整个梦都是用这个语言 或者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讲一个东西 先浮上脑海的单字 是这个语言 而不是我们的母语 唯有到这样才跨入 解读一个文化的门槛 否则 不管看再多书 读再多文献 甚至实际到访过这个国家 都只是隔一层沙 只有跳下这个语言游泳池的那一刻 才开始真正学习游泳 不是在陆地上比划 不是在电视机前看人游泳 语言是文化的呼吸 是历史文明的低语 更是通往一个截然不同世界的神奇钥匙 相信频道的日友们 都是对日本有兴趣 甚至希望深入了解日本 学习日语是我最推荐 开启这趟旅程的方法 再次推荐梵田淑的日本语课程 欢迎参考下方连结 对我来说 日语不仅为我带来质押的可能 更重要的 它让我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不限于日语 每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灵魂 等着我们去解读 只是其中 我对于日语尤为钟情而已 另外 邀请日友们为频道留下宝贵的赞 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这个小频道充满温暖和力量 更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激励频道创作更多优质内容 让我们一起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